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博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254集 画龙包展苏梅三人尽管对深山里边住着什么白毛怪物持怀疑态度 然而他们亲眼看到兽孩小蒙圈以及无法解释的徒手杀人案件 这都是他们不得不相信某些神秘力量的存在 他们进入了原始森林 山上没路只靠GPS定位 特案组一行人踩着墨西深的草前行 清晨的临海山野辽阔壮观 气象万千 清晨演绎的美丽每走一步都变幻不停 当朝阳从山峰上升起 白云被染成了金黄色 万兆霞光透过树枝照耀着每一个人的脸 人们就不再说话了 这时候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多余 人类并不是这片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中的一环 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岸南至西拉木轮河上游 全长一间两百多公里 落叶松张子松红皮云山白化山羊等树木 组成茂密广阔的森林 千山万鹤之间生活着珍奇异寿四百多种 野生植物一千余中 特案组一行人顺着山势走了一上午 就到了衍松林 衍松低矮不到两米 分支腐在地面生长 东北五十丰到处丛生着这种植物 使人每走一步都步履艰难 林中不时有袍子穿梭 还有血兔从土洞之中探出头来 曹局长有几次都举着猎枪对准了袍子 但是又不得不叹了口气放下枪 说现在不让打猎了 我不能知法犯法 老灯说这东北的猎人都绝户了 小的时候还跟着爷爷猎过黑瞎子呢 包展就问大春子 你见到的白毛怪物是不是一只熊 这森林里边有白熊吗 大春子回答 绝对不是啊 那就是一个长着白毛的老太太 我看不错呀 小灯说道 局长 您就是放两枪 我们也不会说啥子的呀 那可不行 我得自搅啊 局长 你肯定会打猎 我身为局长不能犯法 你咋这么确定呢 局长不打猎 带猎枪干嘛呀 这和带枪没关系 局长啊 可是带着酒呢 大家穿过眼松林 一株参天古树突然挡住去路 碎碎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林子照在地上 野兽的足迹里有未干的水洼 每一个水洼都倒映着金光闪闪的大树 生满绿苔的树干上长出的小花令人惊叹 藤腕垂落下来形成的长廊让人喜欢 几只蓝色的蝴蝶剑有人过来 绕着紫藤翩翩飞舞到树冠的上空 徒步穿行树林 地上的草越来越茂盛 隐约听到水声缠缠 前方有一条小河 河水在青草之上流过 漫到地洼里形成沼泽 他们艰难无比地走过湿地 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每个人都是精疲力尽 大兴安岭的夜色即将来临 曹局长决定在河边宿营 雨季尚未到来 河水干涸 缩成一道道狭窄的小溪 水流湍急 冲刷着鹅卵石发出悦耳的声响 空荡荡的河床一览无余 乌黑的淤泥干裂成脆皮 踩在上面碎成土墨子 两岸的草绿的沁人心皮 草丛之中长着一些蓝色的浆果 苏梅叫道 哦 蓝莓 我要吃 接着她拿着帽子就去采摘蓝莓 一只鹿从草丛之中站起 跑了几步 回头张望 曹局长在身后开了一枪 因为射程较远 没有打中 小鹿惊慌地逃窜向树林伸出 曹局长骂骂咧咧地走开 安排大家搭建帐篷 准备吃晚饭 她言和而上 枪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她打了两只针鸡回来 大春子神情恍惚 一言不发 只是呆坐着不肯干活 老灯和小灯 在河里边摸了十几条江里 捉鱼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截断河流 不断地缩小包围圈 形成小片池塘 用弓冰铲把水给泼出去 就剩下肥鱼在杂草泥中跳跃 老灯把鱼剖洗干净 抹上盐巴 稍微腌制一会儿 他找到了一处平坦的沙坡 挖了一个坑 画龙和包斩捡了枯枝 在坑里点燃了一堆篝火 大家围坐在火堆之前 他们的晚饭是烤鱼和烤鸡 大兴安岭最常吃到的野味 就是野生鱼类 由于地处高寒 江河里边都是冷水鱼 再加上水制好 没有污染 大兴安岭的江里肉质和味道 比内地的都要好上很多倍 老灯用树枝插着肥鱼 放在炭火上烧烤 鱼身上烤出的油 不时滴落到火上 发出呲呲啦啦的声响 烤熟以后 撒上辣椒粉和孜然面 一将铺皮 令人垂涎欲滴 画龙包斩和苏梅三人 也觉着老灯的样子 把鱼和鸡肉 插在树枝上烧烤 曹局长拿出农药瓶子 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酒 又把瓶子递给画龙 画龙也不嫌弃 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擦在嘴边 说道 哎呀 可惜啊 梁叔不在 吃不到这样的美味 等会儿啊 还有好吃的呢 硬菜可厚头呢 苏梅和画龙不喝酒 其余人每人一口 很快就把酒给分光了 曹局长把鸡骨头 扔在了铁锅里 夹在炭火上煮汤 苏梅说道 局长 你说的大菜 就是这道鸡骨头汤啊 这个不叫骨头汤 这样叫飞龙汤 曹局长解释 飞瓶是野味中的首选 野味的上品就是真鸡 真鸡也叫飞龙 曾经是东北官员 进宪皇帝的贡品 真鸡吃松子 松芽 肉中有淡淡的松木香味 用骨架熬汤 闻火慢炖 可以称得上是东北第一汤 小灯采摘了一些蘑菇 野木耳放进锅里 他说道 要是能放进葱段和蒜拜就好了 老灯说道 这里有啊 这山上啥都有啊 老灯在山石被阴处弯腰寻找 地上有一种小蒜 刚在土里长出嫩苗 他用手指挖出一堆白白的小蒜头 洗干净放进锅里 一会儿飞龙汤熬好 曹局长掀开锅盖 只见汤色白嫩 水质交融 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每个人都叫了声好 老灯往锅里边放了一些蒜苗和盐 条件简陋 大家用勺子围着铁锅喝汤 这汤的味道确实鲜香无比 令人拍案叫绝 画龙包展和苏梅三人 还是第一次品尝到这样的味道 并且这种味道以后是再也吃不到了 大兴安岭昼夜温差大 众人围着炭火取暖 听老灯讲打猎的故事 而曹局长再次说起了 他用大便吓跑恶狼的传奇经历 夜幕降临 老灯扑灭炭火 大家沉着睡去 黎明时分 帐篷的外边挂了一层水珠 苏梅体弱被冻醒了 她钻出睡袋穿上了冲锋衣 此时天色未亮 夜空之中寒星点点 大山依旧笼罩在黑暗里 苏梅在帐篷外边活动挤下身体 包展也醒了 小梅 你冷不冷啊 包展把冲锋衣的帽子给苏梅戴上 苏梅伸了个懒腰 我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 和你们这群臭男人一起 这叫什么事啊 突然 苏梅看到前方大山里边有一个亮点 她指着问道 那是什么呀 包展也顺着手指的方向看 奇怪 难道是灯光 这黄山野岭里边怎么会住着人呢 会不会是有人在山中遇淡 发出的求救信号啊 包展和苏梅叫醒众人 他们立刻拔影出发 向着那一点光亮前进 走到那里之后 他们惊讶地看到了非常怪异的画面 那样是一盏路灯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